你好 歡迎收看9月2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呂慧 花蓮被稱為是石頭故鄉 豐富的礦賣加上優異的品質和加工 讓食材的內外銷取是聞名 但是生產背後卻會留下大量淤泥還有廢料 為此台灣設計研究院和石子中心特別聯手科技公司 把它研發全新塗料並且融入校園 美化同時還達到教育的目的 好 綠色粉出來了 好 綠色粉出來就可以塗了 小朋友在老師的引導下 透過海綿 滾桶等工具 搭配樹枝 落葉等天然元素 在學校穿堂 放膽進行彩繪 那你覺得在穿堂裡面這樣畫畫的感覺怎麼樣 直接在牆上畫畫 就是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嗎 以前就很想畫就對了 這是更大膽的放心的畫 這看似普通的塗料卻暗藏著深厚技術 其中成分大多都是以石材淤泥所製成 去年在經濟部技術師的資源下 我們選擇了花蓮在地產業食材產業 去把過去廢棄物的淤泥塗料改質 作為可以取代化學油情的塗料 對 那在這樣的研發成果下 我們當然希望第一站 首波應用的就是花蓮的相關場域 所以我們希望這次可以藉由跟同門國小的合作 可以帶起更多的漣漪 花蓮這邊真的很多食材嘛 但是塊狀的食材一般都是還有它的去處 但是我們這種切割的這個淤泥啊 基本上除了說去用水泥以外 那沒有太多的使用 那我們希望說可以把它做在地化的應用 然後在地材料然後在地使用 台灣設計研究院與石資中心聯手科技公司 將石材廢料研發成全新的環保塗料 而同門國小則以太魯閣族神話傳說 作為彩繪主題 美化校園的同時也達到教育的目的 那這個部分也是結合我們的校定課程 還有我們環境教育 SDGS環境永續的部分 也跟我們12年課綱結合 自發互動共好 讓小朋友養成環境永續的態度 全新塗料友善環境神根文化美化校園 更讓孩子們認識到永續的重要性 記者 許立芹 秀林鄉報導 我們下午三節的報告 我們下午三節的報告